今天是2021年的4月10号 这里是位于大洛杉矶地区的奇诺市 这里有一个连排的新楼盘开盘 大家好,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Chris Liu 这是一个低价位的连排项目 位于奇诺市最大的一个社区 这个社区里面有两个会所 还有一个学校 咱们现在看这个连排的户型一 整个这个楼盘是由三个户型构成 从1200尺一直到1570尺不等 两房到三房 咱们现在看的是最小的这个户型 也就是两房两位的1200尺的 这里是位于一楼的车库 标准的两车位车库 另外还有一个储物的空间 咱们现在上到二楼 来看二楼这个客厅 这个户型一共是两层 一层是车库 二楼的这个客厅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并且两个卧室也是在这一层上面 整个这个楼盘呢 是106栋房子 第一期会放出6栋来 楼盘的位置呢 是位于整个社区的核心的位置 它紧邻着一所学校 还有一个用持绘所 学校呢是K到8的 也就是从学前班到初中毕业 而它的高中呢 用的是奇诺港的学区 所以这两个学校都是不错的 住在这里呢 孩子一出门就可以去上小学和初中 对于社区的成熟度呢 这个社区是从05年开始的 到现在呢有16年了 但是呢它还是一直在建设当中 所以呢这个社区内部的配套 还是非常成熟的 第一期推出的这6栋房子呢 都是围绕着40万左右起 我也拿了很多资料 都已经扫描出来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单独的找我 咱们回到户型当中 这个是一个小卧室 接下来呢咱们就看一下主卧 这个主卧呢还是非常的宽敞的 而且呢有很大的窗户 而且这个衣橱和卫生间 也都是中规中矩的 面积也稍微偏大一些 舒适度还是不错的 剩下两个户型的视频呢 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慢慢的都会整理出来 更多的资料呢 欢迎单独找我 持续给您带来最具性价比的房源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